刚才你也说到Microsoft 你昨天盘后跌的时候 你也有买 是吗? 是的 有辣一点 说一些业绩 当中的智能云业务增长26% 其中Azure和其他云服务 就增长4.6% 还有大家都留意它的游戏业务 因为它之前有一个700亿美元 和全现金的大规模的收购 就是收购动视暴雪 看回它的游戏业务 Xbox 今次公布的业绩 收入就是增长一成的 如果你说这样跌的时候 你也会买入 就是看好它的数据 其实你为什么会看好 还有你觉得 如果最近你都觉得 也不是很多东西 很值得吸纳的 Microsoft又是否一个 可以放在watch list的股份呢? 首先刚才也说了 其实你也说了 它是所有分布的增长 是真心地利强劲的 而且就是承接了在2020年 2021年连续两年的 高基数增长的情况之下 它基数上这么大的基数 它仍然的增长仍然是可观的 它所谓的四大部门 比如说生产力和业务部门 或者是智能云的服务 刚才你也说增长的就是26% 然后在其他所谓的云的 其实增长了46% 所以在任何分布里面 它没有一个增长 是低于15% 如果是一个这么大的体量角度 我觉得来说 算是一个很强劲的增长 而在另外一边 就是说它在 即使是这么高基数的情况之下 它在第三季度的预计 在整体的收入仍然 预期增长差不多是超过20% 建基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它的Forecast PE 因为股价跌了40% 就差不多是20% 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它的Forecast PE 应该会进一步压到30倍PE 这些水平 如果是按照市人量增长比率的角度 其实来说这个 只要它不高40倍PE 其实我觉得这个股价是可以接受的 当你的股价是非理性地 硬是为压而硬压下去的时候 压下就压到进一步 如果是穿30倍PE 去到20尾 或者26、27倍PE的话 其实那个股价只会去到 越来越吸引 可能股价也是越来越相对地高 或者就是说之后再进行庞大的回购 是变成是谷高了Empere share 上去 就变成了那个防御力是相当之强劲的 而且就是说 比如说在云计算那部分 我也说过在这么大的体量里面 仍然增长都是4、50% 相信那个是进程 也会继续被向着好的方向和发展 还有就是说 Microsoft其实它那个是所谓的 云计算的营运利润率 其实仍然未去到 这个Amazon的地步 因为全世界 就是说的盈利率最高的就是Amazon 如果Microsoft去到市场的规模效应之后 其实应该那个利用率 应该可以贴近到Amazon 我觉得 如果是进一步做到这件事的话 利润应该会更加丰厚 你说的是云业务 云业务 云业务 云业务的营运利润率 是 所以就变成了在综合的角度 我觉得 刚才也说过 其实买美股 不是说市地就协罗 一滴都不买 其实就不是这样的 就变成了就是说 真的要捞一些最精英最可信的 有PE无形体的 有息率无形体的股份 Microsoft很明显 应该属于其中一员 是 你也觉得是可以